捐血还可以抽电视 花莲县仲介工会 理监市及所有房仲会员公司 每年在8月20号 全国房仲日这一天会举办捐血 花莲厂是在远东百货前广场举行 现场提供了很多好礼 还有双重摸彩送给捐血成功的民众 希望可以募到800代以上的血液 来舒缓花莲的喜欢 获知今年1至7月份花莲捐血量 比起去年少了近1000代 如今进入暑假尾声 花莲捐血代仍处于缺血状况 花莲县仲介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韩林梅 在获得工会理监视及社会各界大力支持 决定扩大今年捐血活动 8月20日全国房仲日这天 在远东百货花莲店大门前广场 举办公益捐血活动 并寄出捐血送65寸电视等好礼 鼓励乡亲永悦捐血 今天是820房仲捐血日 这个房仲捐血日是我们仲介业全国性的活动 那我们今天花莲仲介工会 选择在远东百货这边办理这个活动 希望大家能踊跃来捐血 捐血一代救人一命 今天我们准备的摩采奖品有非常丰富 总共有将近250样的奖品 几乎人人都有奖 那我们还有第二轮的抽奖活动 那我们抽奖活动最后这些 大样的奖品都在我的右手边 在下午4点半的时候 欢迎大家进入我们花莲仲介工会的粉丝专业的直播现场 我们要抽出今天的幸运大奖 花莲捐血站表示 目前全台只剩4天固存量 B型6天 A型 AB型剩4天 尤其又以O型只剩3天这位短缺 花莲从今年1月份到现在 一直捐血量都是不足的 那尤其在暑假之后 一直处于缺血的状况 到今天早上呢 我们只剩下4天的库存量了 那其中呢 A型是只有4天 B型有6天 但是O型只有3天 那AB型是4天 是真的到急缺的状态 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花莲县呢 花莲县不动产仲介经济商业同约工会 跟结合社会各界来办理这个捐血活动 花莲县不动产仲介经济商业同约工会 每年都会在8月20全国防众日办理捐血活动 现场并提供多项家电产品及礼券 还有双重摸彩送给捐血成功民众 期盼能募得800代以上血液 协助花莲捐血站提升血液库存量 舒缓花莲缺血的状况 记者讲方言 花莲师报导